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祢 带领我们听见祢的话语 求主捷径我们生命 帮助我们每一天 活着的每一天 都有上帝 祢的恩典跟祝福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是8月3号 今天的经节是 地带字下24章1到14节 约阿斯登基的时候 年七岁一代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斯巴人 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 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 并且生儿养女 死后 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便召聚众祭司和地位人 夫妇他们说 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 每年可以修理你们上帝的殿 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 只是立位人不急速办理 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 对他说 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为法贵的账目和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 你为何不叫立位人造这利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 因为那二父亚他利亚的重子曾拆毁上帝的殿 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黎 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 要将上帝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 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地 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 立位人见银子多了 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私事面前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原来将柜道空人放在原处 日日都是这样 积蓄的银子甚多 王和越而越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 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上帝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 而且盛世兼顾工程完了他们就把祺域的银子拿到王和 而与耶和耶和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根 并经营的器皿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个历史 非常清楚的正在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重修上帝的殿 重修上帝的殿有一个非常要紧的概念 就是重新带领大家来重视对上帝的敬拜 而带领大家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从外而内的一个历程 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强调了一件事情 约阿斯上台或成为王之后的第一件 并且是最重要的攻击 其实就是重修上帝的殿 他透过这个描述正在表达约阿斯要做 与他之前的那个女王所做的事不一样 同时他也表明一件事情 之前的女王亚他利亚 他做了某一些毁坏上帝殿的事情 他甚至拆了上帝的殿去供奉巴黎 因此这个重修的历程正在代表了 呼唤以及呼召这些百姓重新重视对上帝的信仰 而对上帝的信仰从外 其实我们应该要了解过去的人 其实他们强调的是从外而内的一个信仰 换句话说 约阿斯王在这里 他不只是要重修 他是要透过这个召集或召募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捐项 唤起大家重新来记得上帝的爱 重新记得对上帝的敬拜是何等的重要 透过这样的描述是从外而内向上帝献上的敬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应该好好想想 我们所修造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样子 我们到底都在修建些什么事情 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在建造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是建造还是柴毁呢 我们修建的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吗 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并且求上帝帮助扶持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该向上帝献上的 而约阿斯在这里所做的非常重要 而且是他在历代治下非常重要 他所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修圣殿 这件事情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都需要重修圣殿 重修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位置跟地位 这才是恢复上帝的荣美跟荣耀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让我们经历你的爱 求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 帮助我们学习 重修 你的话语 你的爱在我们生命中 帮助我们在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 去建造上帝你的荣耀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